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磊阳妈妈 每天陪伴你们 给你们讲绘本 那今天呢 我要给你们带来的绘本呢 就是这本 我讨厌妈妈 有时候 我觉得 妈妈 好讨厌 哼 她呀 就喜欢睡懒觉 星期天的早上 睡呀 睡呀 睡 睡也睡不行 睡也睡不行 就知道自己看电视剧 不让我看动画片 说生气 就生气 快点快点 就知道催我 快点快点 可她自己却慢吞吞的 还有 来幼儿园 接我的时候 总是迟到 还忘记洗衣服 我今天穿的袜子 就是昨天穿过的那双 还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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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说 不能跟我结婚 说 就是等我长大了 也没有办法跟我结婚 说 就是等我长得 再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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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没有办法跟我结婚 也没有办法跟我结婚 可是我 只想跟妈妈结婚呀 所以 我讨厌妈妈 我不要这样的妈妈了 我要走了 一个人 走得远远 走得远远 的 再见了 再见了 咦 怎么了 忘了什么东西吗 嗯 忘了拿球 嗯 我要带走的 嗯 对了 妈妈 什么 又见到我 妈妈高兴吗 当然 高兴啦 好了 小朋友们 这本绘本是不是非常有趣呢 哈哈 因为讨厌妈妈 要离家出走了 那挂一会儿 自己又回来了 妈妈 也然不知道 她心里 上演了 这么一出大戏 呵呵呵 嗯 妈妈说怎么了 是忘带了什么东西了 其实 她还是很害妈妈 舍不得妈妈 又回来了 对不对 有的时候 我们对妈妈 或许 有很多很多的情绪 其实这些情绪 也可以跟妈妈 来好好的 讨论讨论 嗯 可不可以不要这样 妈妈 你能不能不要睡懒觉 能不能陪我一起玩呢 爸爸 你可不可以 总是那么忙 能不能抽出一点时间 陪伴我一起玩耍呢 可以跟爸爸妈妈 提出你自己的诉求 来想办法 解决这个问题 好了 小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绘本故事 就给你们讲到这儿啦 雷尤妈妈 每天陪伴你 给你讲一个绘本故事 我们明天的故事 再见